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钓鱼频道 我是Olivia 最近我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和私信 希望我讲一些关于路亚的基础知识 现在加拿大正处于冬季 没有open water可以钓路亚的机会 那正好我就称现在 把关于路亚的线、杆子、卷线器、线结 这一类的基础的视频做起来 让新手朋友们能够准备好一切 然后能够出去实际的开始钓鱼 另外其实对于一些有经验的朋友 我也想说虽然这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但是路亚的装备和材料、科技、技术 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比如说一些五六年前 甚至两三年前的东西 跟现在的东西相比 已经存在有明显的代差 人们对一些东西的认知也在不断的改变 我希望我的视频里面也有一点 当下最新的资讯和概念 或者是一些新的产品 能够给进阶的朋友们一些参考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钓线 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钓线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种类 Mono、碳线、PE线 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这些区别都对你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决定了你的手感 在用不同的耳的时候呢 这会决定这个耳的动作和表现 当然也会影响你开枪、种鱼的成功率 和你驳鱼时候的粘鱼能力 还有你起鱼的概率 钓线是你和鱼之间的唯一联系 选择不正确的钓线呢 你有可能会放枪跑鱼 也有可能会断线 所以根据不同的技巧和钓矿 搭配不同的钓线是非常重要的 那PE线、碳线和Mono 是市场上主流的三种产品 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呢 就是这三种线 第一种先来说一下PE线 PE线呢也叫做编织线或者布线 简单来说是由多股聚乙烯编织而成 其中有分为四边、八边、九边等不同的种类 当然也有直接一根的 这个线是几边呢 一般在这个包装上面都会标明 像这个乘九就是九边 像这个Smackdown它是八边的 它这里会写着由八股聚乙线编程 边数越多的线的口径 越接近一个完整的圆形 这会对性能有一些影响 但是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就不细说了 八边是市场上最主流的一个选择 也最容易的买到 可以应对所有的情况 新接触PE线的朋友呢 可以先选择这个八边的PE线 PE线的特点呢是它的线径很小 跟另外两种线比起来 在相同的棒数下 PE线一般是最细的 那线径小带来的好处是 它的抛头距离会相对的远 它可以在浅线杯里面装进更多的线 它在钓水草区的时候呢 会对水草有更好的切割能力 PE线是有着超高的强度啊 非常结实 可以很好的承受大力开枪的冲击力啊 也可以承受大鱼 PE线同时非常的耐磨 而且没有记忆性 线不会因为长期存放在卷线器里面而变形 所以卷PE线在线杯里面的寿命可以非常的长 可以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用更换 PE线呢没有任何的延展性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拉它 它几乎不会变长 直到被拉断 所以它是三种线里面杆度最高的一种线 鱼迅和咬口会直接传递到我们这边 不会被线吸收掉 PE线很明显没有任何的透明度 所以在水里啊 它被鱼注意到的几率也是最高的 同时PE线的比重比水稍微轻一点 一般是0.9以上的比重啊 所以它可以说是浮水的线 根据PE线的这些特质呢 它最适合发挥的场合是在种草区 适合搭配一些有大号数的 很粗的钩子的啊 例如1 2盎司以上的重型的极钩头 一般都有一个很粗大的钩子 像水表的青蛙啊或者是钓种草区用的5千的仙口 一般会搭配一个4R或者5R以上的一个重型的取柄钩 或者纸柄钩啊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到50磅 甚至65磅70磅的PE线透铃 顺便说一下透铃就是GOLD SPRAY 就是在整个线杯里面呢 卷上一卷线到底 这样当我们种鱼的时候呢 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力开枪啊 利用PE线的高强度 把这些粗大的钩子打进鱼的嘴里 也让我们可以把鱼从密集的水槽里面 迅速的强拉出来 PE线也可以更有效的切割水槽 让你在钓种草的时候呢 轻松一点 而在这些钓框下呢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PE线的这个能见度太高 因为这些钓法给鱼的反应时间很短 一钓下去的瞬间呢 鱼看到就咬了 不会有时间给鱼看到 线说这个东西有问题 那PE线不适合发挥的场所呢 有很多 比如说水很清的时候呢 鱼有更大的概率 会注意到这个PE线 还有一些三本钩的硬耳 PE线呢 没有弹性 如果透灵掉三本钩的硬耳呢 平卷种鱼的话 很容易钩子打不进去 鱼的时候呢 也比较容易脱钩 线没有额外的拉力 种大鱼的话 三本钩都比较小嘛 很容易被拉开 很多人现在喜欢用PE线透灵玩crankbait 就是说胖鱼 因为他们很喜欢PE线这种很干脆的手感 但其实这样不好 这个线没有任何的延展性 OK 鱼跳起来洗塞呢 就会直接把钩子甩掉了 这个脱钩的原理 我在上一期 那个吊杆开箱的视频里面 已经解释过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切换到Fluor Carbon 就是碳线了 那关于PE线的推荐呢 我比较爱用三个牌子 第一个是PowerPro 它是在北美最容易买到的牌子 那我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 线径比较细的产品 像PowerPro的那个叫做Max Quattro 它有比较细的线径 以前呢 人们普遍觉得美系的线呢 这个线径都偏粗啊 因为美系呢 很多线 它都超棒 是重量单位的那个棒 其实现在有很多美系的线 已经做到很细了 PowerPro呢 用起来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SIGA SIGA的Smackdown 非常好的线 我一直用 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线径也很细 还有就是Sunline的一个叫做X Plasma 我也经常在用 很好的线 我手头上已经没有了 因为全部都在那个线杯里面 用了很长的时间 没有问题 好 PE线就先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看第二种线 第二种线呢 叫做Fluor Carbon 这样的 Fluor Carbon也叫FC线 中文叫做碳线线 也叫做碳线 或者佛碳线 我们在这里简称它叫碳线 碳线的特征呢 首先就是它由于 对于光线的折射率 与水非常接近 所以它在水里几乎是隐形的 我说是几乎不是百分百哦 这样的话呢 鱼是不容易察觉到这个线的 碳线的比重呢 比水重 所以它是沉水的线 碳线有不错的感度 它没有PE线那么敏感 但也相当的敏感 能够直接感觉到一些细微的鱼的咬口啊 那很多人会说呢 这个碳线耐磨 在这里我个人对这一点打一个问号 我没有觉得它很容易被磨坏 但是我觉得它耐不耐磨呢 其实意义不大了 这就牵涉到这个碳线的一个缺点 就是脆 我们在使用碳线钓鱼的时候啊 这个线磨到水里的石头之类的尖锐的物体呢 就会在这个线上面形成一些弱点 这些弱点呢 一般就是将来这根线意外断掉的一个断点 碳线本身是够坚固的 但是它对于顺时的冲击力的抵抗性比较弱 所以偶尔会有开枪的时候 线顺断的情况 或者是耳挂底以后 我们试图把这个耳弹开的时候 我在之前也做过一个解挂底的视频 如果你是在用碳线透灵 你的线的磅数比较低的话 比如说10磅或者8磅 这样子呢 在弹的时候这个冲击力 偶尔会把线从中段的某一个弱点地方弹断 碳线还有个问题可能会困扰我们 就是它有很强的这个记忆性 当碳线上在小乌龟里太紧 或者存放在线背里太久的话呢 线就会变成卷卷的 这样不但会影响抛头的顺畅度 还会影响悬浮米诺这种 在水里钉住的这种耳的悬浮的时候的表现 这个线会轻微的拉动这个能破坏耳的完美悬浮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怎么叫做卷卷的 大家看到这个线是这样子的 出来之后是完整是卷的 变成这样一大堆 那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小乌龟在槽粉以后呢 我们一边解槽粉把线拉出来 线就一边打卷 最后解完槽粉之后呢 递上一堆这样子卷卷的线呢 可能会在回收的时候打结 对我们造成一些困扰 即使碳线有那么多明显的缺点呢 仅凭它这个透明度和沉水这两个特性啊 还是使它成为现今一个可以应对多数钓矿的主流的钓线选择 首先在水清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选择它 在使用像德州这一类的跳底的软耳软虫和一些精细吊阻的时候呢 我们会首选用碳线 还有在用之前提到的这个crank bay 烫鱼的时候或者jack bay的时候呢 碳线这个沉水的特性会更好地帮助尔达到理想的深度 不像PE线 碳线是有一定的延展性的 给三本钩刺鱼和钵鱼的时候提供一些额外的力量 而且它在水里的隐秘性啊 也让它成为钓针鱼 鲑鱼 crappy painfish这类敏感谨慎的鱼的好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很多品牌都推出了Leader 就是前导线专用的碳线了 这些碳线是非常好的前导线的选择 它们一般都比普通的碳线呢 品质更好 既有碳线的优点 同时又有mono的优点 就是有超高的韧性和延展性 同时它们又没有mono的缺点 它们在拉伸以后呢 会回复到原来的长度 不会失去这个线的性能和强度 这一类线的出现呢 正在改变很多人对线组的选择 就像这个Sunline的FC Leader 它已经写着Leader了 Sunline还有像海钓专用的FC100 那个也是很好的前导线选择 还有Daiwa Siga等各家都有新推出这种Leader 专用的碳线 大家可以去查找一下 那我只用过Sunline的 没有问题很好用 然后我最近都在用Sunline的产品 像还有那个Assassin也是很好的线 那个我手头已经没有了 我都在选线器里面了 那我会附上图片在这里 还有就是Siga我想说一下 Siga的碳线呢 是公认的比较好的碳线 很多人都很喜欢用啊 那我也用了很多年 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停止买他们家的产品 用完这些库存以后呢 我就不会再进Siga的碳线 我先说我有用过的Siga的碳线了 其实我基本全部都用过 从低端的这个Red Label 到这个已经停产了 所以不重要 到这个比较中高端的这个叫做Invisis 到最高端的那个叫做Tatsu 从我个人实际的使用来看呢 我越来越对他们家的这个线没有信心 越来越让我失望啊 我从来没有去管别人对某一款线的评价 我对线的评价的唯一参考 就是我自己实际使用他们的情况 Siga的线呢 光是在今年一年里面 已经当着我的面 莫名其妙地断过至少五次 我有说过我掉Bass的强度非常大 每年都掉很多 有开枪顺断 有挂底弹线弹断 有挂底拉断线的时候呢 从中间断掉 都不是断在这个线结上面 都是从中间断掉了 而且Tatsu和这个Invisis 这两款比较贵的呢 甚至断的情况呢 比那个便宜的这一款呢 要多 会从中间莫名其妙的地方炸开来 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 就换到了这个Sunline 线的可靠性啊 直接影响到我们钓鱼的时候的信心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不能容忍使用这些不可靠的钓线 所以Sunline呢 我目前在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我推荐Sunline Siga的我不敢推荐 大家可以自己实际使用一下来看一看 OK 碳线先讲到这里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线呢 就是Mono Filament 中文叫做胶线 也有叫做尼龙线啊 在这里我就简称它为Mono Mono呢 它不是最古老的线 但是它出现在市场上呢 已经超过70年了 一度是市场上几乎唯一的掉线的选择 在碳线出现以后呢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使用Mono了 很多人 特别是掉BIOS的人 已经完全不用Mono了 但是我还是有在频繁的使用它 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在 跟其他两种线相比呢 Mono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Mono呢 也有这几个特点 最大的一个特点 当然就是它的这个延展性啊 这个特点是一个双刃剑 就是它的优点 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延展性呢 带来的好处 就是给它带来的强大的韧性 它是可以这样子拉伸的 有一个回弹的弹力 这样子可以在种鱼的时候 帮你把钩子打进去啊 也可以在驳鱼的时候呢 提供一点粘鱼的能力 不容易放枪和跑鱼啊 但是线上多出来的这种韧性呢 也吸收了一部分的震动 所以Mono的感度是三种线里面最差的 而且Mono的这个延展性是会产生疲劳的 就是说如果在线上面施加过多的拉力呢 这个线在延伸之后是无法回复的 那被拉伸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强度呢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了 所以Mono在掉Bus的情况下是不适合透铃的 因为如果出现挂底的情况啊 我们需要把线拉断的话呢 那在卷线器外面的一整段的线呢 就失去了原有的强度 整段的线就变成一个隐患了 然后Mono是会轻微的吸水的 如果掉了一整天呢 会有一些水分呢被吸收到这个线体里面 让这个线的强度有轻微的下降 但其实啊 现在厂家多年来都在不断的更新 线的工艺和改进线的配方啊 现今Mono的性能呢 也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Mono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呢 就是它几乎是浮水的 所以在你希望而保持比较浅的涌成的时候呢 Mono是一个好选择 对于北部地区的朋友来说呢 Mono也是冰调中非常重要的主线的选择啊 因为Mono不会冻结 虽然现在很多PE线和碳线都通过一些特殊的涂层啊 来实现不被冻结的这个性能 但是我不相信涂层 OK 所以冰调的时候我会使用Mono作为主线 像这个是冰调用的 Suffix出的一个冰调用的主线是Mono 我有时候也会在调微拋的时候啊 用Mono透灵 但是微拋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今天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讲 在调普通路亚的时候呢 Mono一般是用来做前导线的 OK 因为Mono的这些特性呢 我们可以在调大多数三本沟的硬耳的时候 和水表耳的时候呢 使用它 关于Mono的推荐呢 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一款 Maxima的Ultra Green Ultra Green呢 是北美一个老牌子了 非常值得信赖啊 我一直在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贝克力的我也有在用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Mono的存在呢已经很长时间了 技术呢都很成熟 所以相对来说呢 常见的牌子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Sunline的我有调微拋用的 还有这个Sunline的Darkness是调微拋用的 Mono很好的线 好了介绍完这三种线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好像很难有一个完美的选择 对不对 没错 你当然可以直接用一卷Mono透灵 也是可以钓的 但是钓线的选择和搭配啊 完全是取决于你对钓鱼的要求有多高 你的要求有多完美 也就是说会影响到你钓鱼时候的体验和爽度啊 而一般人呢 也不一定会专门去为了一种钓法 去安排一卷线 所以就有了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折中的方式啊 没错 就是以P线作为母线 再根据前面说过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耳 去接一段Mono或者接一段碳线作为前导线 去有线的解决这个问题 注意我说的是有线和折中 是因为这样其实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 就算你在前面加了一段Mono 但是其实你的全部一大段主线是P线的话呢 那一小段的Mono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提供足够的韧性的 比如说你在玩crankbait的时候 这个鱼还是比较容易挣脱三本钩的 在钓深涌成的耳的时候呢 即使使用了碳线作为前导线啊 但是P线还是会让这个耳更难下沉到想要的深度的 所以这种PE线做母线来接前导的方法 从实际效果来说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 但是这种做法呢可以省很多钱和比较方便啊 所以我也是选择了这个做法 这样只用一杆一卷 就可以掉大部分的场地和大部分的耳 而PE线是很耐用的线啊 Mono和碳线呢会被UV损耗 PE线是抗UV的 也没有任何的记忆性啊 所以卷好的PE线啊 可以在线杯里面使用和存放一年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啊 所以这种线的搭配和使用呢 就自然成为了现在人们的一个主流的选择啊 那我的小乌龟搭配的是50磅 或者更高磅数的PE线作为母线 而我的仿车轮呢 使用的是20磅的PE线作为母线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连接母线和前导线 就少不了用特定的一些线结 我使用的线结又是什么呢 我会做相关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视频已经非常长了 能看到这里的朋友 我非常的感谢 你们真的非常有耐心 钓鱼也是需要耐心和实践的一种运动啊 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个视频里学到一点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可以把我的频道介绍给你的朋友们 让我帮助你们成为更好的钓手 再次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Olivia 我们下期见 Bye Bye by bwd6